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31日,星期一 最后一天,7月份 明天大约8月份 今天这段视频就不会很长 因为我只是讲一个重点 讲重点之前就想讲一下 今天就被人捉了去动漫展 很多年都会去了 想不到我现在这么老了 还是和我儿子去看这些东西 还在看那几个公仔,看那几个漫画 都已经很多年了 童年回忆 童年都是漫画,陪着我大 今年去看,很多人 已经做了几天了 也看到很多人,里面是很多人 以往去,我觉得早几年 子女再小一点就去过 没有那么多人 人流都比较稀疏,没有那么旺 我觉得今年去,我看到 多了 多了一些国内人 多了很多Crosser 有些都挺专业的 都做得挺漂亮的 都不错,很兴旺 看到有些摊位 都是买来买去的那些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看的 真是进去就共一下共一下 看看那些人,大家排队 最主要排队,有些排队是开心的 这是文化来的 但是也看到年轻人 都挺热烈 都挺多人进去玩 还有好像我这样的年纪 龙友不少 虽然我不是龙友 但是看到不少 也看到很多 古友 看到很多年轻人 在玩Crossplay 其实我看到很多国内的 很多国内的Crosser 也多了国内的 年轻人在玩 融合得很明显 看到他们这样的Crosser 但我决定我也在Crosser 也先把我个人头 我没有带到头粒过去 所以先用手机弄住 好了,今天就 大家在炒 在买股的时候,我就买Figure 今天就讲一下 讲一下未来的状态 回到股市里 首先,市场就升一升 等了很久 觉得它会升一棍 最终它会升一棍 那么,市场是否就叫做 开始展升浪呢? 我很想讲 很短,可能是几分钟 这部片只有几分钟 就是说 这一下升 绝对不是开始的升浪 不要现在硬 去存下你的货牙 然后你就觉得 接着就展升浪 不会的,应该是会令到你 有些... 怎么说呢? 可能之后会很失望 就是它会回一回 但是它回到哪里呢? 现在它叫做 架架地走了一个 上升轨 开始有一个上升形态 我们一直都讲的 它就没回够 这只脚呢 这只脚呢 这只脚的 二三六 没走够 应该就要走多二三六 走到二三六 算是三八二 三八二 三八二是一万七千多点的 接着再下来就二三六 一万六千多点 它就没走够 应该不会这样上来的 所以它如果走够的话 就应该走到一万七千五 或者一万七千边 这样一次次来的 而呢 通常这些状态 它展升浪 它就会比较急的 跌下来 就会比较急 它未必是这样急 或者这样无可无可 突然之间这个位置 就突然跌下来 那一刻你看到 你就不要太害怕 应该去买 而近日很多股股 有个市星 我都说了 很多PM PM有开心有不开心 有些可能他买不到 很fomo 不是不是很fomo 就是他买不到 所以他fomo 他想追进去 但是我都劝着 你过了些时间 就没得硬来 近日也有说一下 支持所力位 一直说 早上有些股 也说 有些没有追落后 就是今早早已经是说 追落后的股 已经说了追落后 有什么板块 有些说了 他也硬了上去 接着他也立刻 今天就回一回 那是不是今天就回完呢 这样 有未必的 它是未必的 但我一直都提了一个点 就是说 这段时间呢 你以为它涨很多 它又未必可以涨很多 因为它会被美金制肘住 特别是8月中 会有一个CPI 那这个CPI 我们一直有提 是有些担心的 那我想呢 美股那边 或者美金那边 都会对这件事 是有些提防的 所以可能去到那些位 它也不能够再涨很多 美金就可能发展稳定要涨 港股就令港股涨不了 所以这里就要注意一下 其实他们现在都慢慢拉回一个平均的水值 就是那个大家比较匹配的价值 所以去到这个位置就自己留意 它未必会涨得很高 反而可能它走什么样子 走这样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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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落落 如果这位置上上落落 就自己留意了 你看这个位置 下两个星期 不觉不觉你下两个星期 在这里上上落落 磨住磨住 你可以短炒 但是在这些位置 如果你自己手上的过股 被人磨走的话 慢慢慢慢跌的话 你就减少一点 不要跟它斗了 减少一点 宁愿拿着指数就算了 接着去到这些位置 一直不穿某一个顶 一直不穿某一个顶 在这些位置 你就做回7500 就是这样 今天我也减少一点 看起来这样的样子 也减少一点 个别的故事也减少一点 有点放 那就宁愿下去 现在五天线 还没上来接它 五天线不接它 是很骤妓的 如果再来接它 撑一撑 那它可能再展一个 短期星浪 或者说 其实这个低位 上到来 也不少 就是我们说的 喂 今天真的走完两千点 一路说203 是阻力位 接着说7月份要走两千点 真的走了两千点 就是后来那些是走的 我们就想不到 今天也都7月 刚好最后一天 那下个月会怎样呢 下个月 如果你今个月 走了这么大 这么大的波幅 下个月就1500到1800点 那你就看了 它还上不上去 如果它不上去 好像我们所说 207就尽了 即是拒住了 到207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今天7月203 刚好就杀了一些重货区的牛 记得我说了一句 虽远必住 你是很远 但是 它一定杀你的 他就杀了你 那好像207 是不是还有一支 不太记得了 Anyway 207是一个阻力的 到这个阻力位 它做完之后 假设它往下走 如果你今天算 就是向上七八 如果向下走 如果1500点的话 就是它再回多 呃... 再回多... 就是回多1400点... 700... 回多1400点 就是这个位置回1400点 这个位置 大约是今天这个位置 就是19,300 19,300 就是回到这个水平 但是在这个位置下 但是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的 如果再多一点 可能就去到19,000了 那8月份 如果是下方的话 去到19,000 就是8月底 我想它在CBI前 它还会在... 摸着摸着摸着 有得上上下下 或者它再多一点 看看有没有政策出来 如果不是的话 接着它可能就向下 但是我们可以先看着 总之就是有个预期 就是说你8月 走的波幅未必那么大 然后8月未必那么大 波幅的时候 同时间 它不一定跌 它可能去到第三个星期 第四个星期 才有个跌的趋势 但是去到9月就小心一点 去到9月份 到8月份的CPI的时候 如果7月份的CPI都不太乐观 去到9月份 到8月份的CPI 再加上FOMC 它摸下来的可能性 就会变大了 但是会摸不得急不急呢 会不会突破到呢 那就到时看了 现在就... 如果... 画面就是这样 好了 最重要今天要说的是 不要说不提 不再提一次 很重要的就是 今次... 你就不要再去怕 它跌下来 你不买的 无论什么股也好 那些... 指数也好 去到这些位置 如果你看到 在这个位置 或者18点 19点 附近 你开始买一点点 开始买一点点 每个个股也不同 那你个股就是想 它不专在前脚 在前脚前一点点 你就买一点 前脚附近你买一点 接着它下来之后 你又再加一转 那整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就已经是 洗洗... 洗洗... 那些筹码就差不多了 接着它就会 慢慢开始向上走 再加上 这段时间的... 大部分的业绩都不错 那些人就开始 对它有点信心 那可能还往上走 都不出的 然后它们对比回 即... 即... 接着的季报 同比去年 可能它还是一个低基数 或者有机会接触到低基数 那... 可能它将来的消费都会好 而且旺季通常在下半年 就不是在上半年 那所以... 下半年不要看得太淡 也都可能开始是重拾一个... 一个信心 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说 我... 我接着看10年 中国也很好呢 那... 它又未必是这样的 可能短时间 那你就... 现在你就很... 大家都感觉到很迷身 很短身这样做 所以你未来就不要太过担心 也都不要那么... 那么... 另外就是明天啦 明天... 可能会有个低开 跟着高走 不足够的 为什么呢 中间它有个... 匯控的业绩 匯控业绩可能会抽一抽高的 匯控应该就会做得太差的 但可能不够预期好 我不知道 整体一定不会太差了 但是预期 你会有天花板那么高的 那... 那它就变差了 但是... 这个我就不知道 市场会怎样解... 就是实质的很大的解读 那我就没有去... 不要去... 可能明天早上看一看 但是这个就留意一下 会不会... 去到这些位置 它中间就有抽上来呢 那... 暂时... 它未是很大的... 要沽下去要走路的那种感觉 只是说... 可能在那里磨住 其实钱都没有很狠走 还有一件事要留意 我们经常说 高位呢 放量呢 不是一件好事 是一千八亿下 今天就走了 但是美税应该是买回去的 还没想买回去的 那它现在还没说很... 很严重 但是开始就留意它会磨顶了 一路... 一路大量 接着量会慢慢减少 开始小而跌 你就要留意了 那就要小心了 那... 但是... Anyway... 恒指都是被DXY制住的 就是它上不了太多 那... 除非它有明显的改变 大家明显改变了 这个对美金的看法 它就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那... 如果你说... 最终走到9月份 它不加息 国压被你捱到10... 就是后面的时间都不再加息 这样的话呢 它... 美金就开始 可能有机会就... 走弱一点 那就会对我们有点刺激 那... 另外就... 有什么要留意呢? 那就留意这6869 留意这6869 6869 大家都... 没有什么落后的时候 它就落后了 那就走一支针了 两支针了 然后呢... 这也不是很大问题的 你看回一支... 1610 都是类似这样的 走一支针 两支针之后 它慢慢自行一个性浪 所以可以留意... 再留意这支 那我就继续留意这支 另外就... 今天368出了业绩 好像初步看就不太好 还有... 我考虑过那些颇远的 详细就没看 那有部分我相信是... 它的资产减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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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担心就是... 它现在派息... 它就说减少了派息 减少了一半的 减派息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当然不好的现象 就是你的收益不好 那第二是... 就是... 不是单单收益不好 是你的... 那些... 那些收益不好 因为它的收益 不是减少很多 都是一些... 账面上的... 的数字 但是它收... 但是它这样减少呢 就是... 它可能是现金不够 现金不够好 现金不够好 就是大家会害怕的 这个... 那可能明天会影响到它的股价 都不出奇 那... 如果它变成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而细毒了它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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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一个不错的反弹力了 OK 多谢大家 再见 拜拜